在几个小时前我看到中文媒体上有一则惊悚的消息 说美国之音报道 12月16号川普下令军队进入华盛顿 马上要有大事发生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先说一下整个的来龙去脉 那么麦康奈尔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 他在周二的时候 他在参议院说我要祝贺当选总统乔拜登 我们现在选出了一个总统和副总统 他说选举人团投票 结果表明选出了总统副总统 此言一出引发很多谴责 社交媒体上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说我们不认同你承认拜登当选的心态 川普也说他太早放弃了 川普周三凌晨睡不着 发了个推文 转发了一个媒体的文章 然后又说我赢得了7500万张选票 创下了在任总统得票记录 你麦康奈尔太早放弃了 共和党必须学会战斗 人民在愤怒 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 也在推特上鼓励川普 他说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的共和国岌岌可危 数百万爱国者站在你身后 我们不会像共和党某些人那样失败或畏缩 也就指的麦康奈尔和其他一些承认了结果的共和党人 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戈尔卡也谴责 说麦康奈尔没有等到1月6号国会正式认证 他们认为要等到国会认证之后 才可以向拜登让步 另外一个福克斯主持人马克莱文 也对麦康奈尔表示不满 他说大家原来都在感谢你 麦康奈尔在关键战场中 对不法行为提供的帮助 但是现在大家都白感谢你了 现在你这么早就投降了 他还说川普帮你保住了参议院席位 就像他帮助其他共和党人一样 你却等不到1月6号 然后今天 其实是昨天了 现在已经是12月18号了 昨天那个福克斯电视台记者兼主持玛利亚 在他的节目里 那个林德伍德律师告诉他 一位资深的情报人员说 确实看到了川普赢了2020大选 看到了原始的那个正确的投票结果 然后就是这个惊悚的消息了 似乎只有中文媒体 当然是很大的媒体 还有海外 其实是唯海外中文媒体了 就是引述了这个消息 说美国之音说 16号川普总统下令军队进驻DC 预计与这个大选不必有关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川普动作频频 撤换国防部长 撤换司法部长 然后又下令军队进驻 都指向一个目标 彻底清理这个华盛顿沼泽 然后呢 文章还放出了一个更为惊悚的消息 说美国一个将军透露 可能白宫要在圣诞节前后啊 实施紧急戒严令 说这是来自军方的消息 这个行动呢 基于两项法律 一个是1807年的起义法案 或者又叫反叛乱法 和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保护美国经济和人民免受威胁 全面实行戒严令 也包括宵禁 那么这个消息呢 那个文章也说了 有待进一步验证啊 如果验证确实是这样 那是对美国社会 对权力阶层 对美国民主制度 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件 那么文章还说呢 川普的军事反击有六大信号 第一个信号呢 是他曾经在2018年宣布过 国家紧急状态 适用于外国干预本国大选 这个事情 他在川普在2018年9月12号 签署了行政令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用来应对外国势力 介入美国国内选举 一旦发现有海内外人士 机构企业介入美国选举 美方就可以查扣 这些人员与组织的资产 这项紧急状态令 行政令到今天仍然有效的 这项行政令规定 国家情报总监要在选举后 45天之内提交报告 说明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情况 今年投票日是11月3号 那么12月18号 就是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 也就是说 也就是今天了 如果川普获得外国势力 和境内势力干预大选的 这个结论 那么就掌握了证据 就可以对不法集团发动追击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原定于12月18号 由美国情报总监 拉特克里夫提交给国会的 关于境外势力 如何影响美国2020大选的评估 推迟了 原因是情报界 对于中国是不是试图影响美国大选 有不同意见 他这个报告里 中国影响美国大选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这些情报人员呢 有的认为大量原始情报证明 中国有干预美国大选的意图和行动 但另外一部分人认为 中国的影响微不足道 就是说不管怎么说 中国是在这个报告里 占有很重量的一张 这个报告的结果呢 对中国那边也会有影响 中国外交部已经出面 开始反击了 说你这个报告无中生有啊什么 尽管别人还没有出来 那么第二个信号呢 就是川普撤换国防部长 然后国防部长直接统领特种部队 川普在11月3号以后 把国防部长换成了原来的反恐中心主任米勒 米勒不仅有反恐的实战经验 他还立刻宣布 特种部队直接向他报告 绕过原有的官方渠道 为什么要绕过 因为川普怀疑那里面有内鬼 他这样可以直接调动特种部队 进行特殊任务 不能走漏风生 第三个信号呢 是第82空降师发了个推文啊 贴文说风暴来了 在12月7号 川普说马上有大事件发生 第二天呢 德州检察长起诉四个州 但是这个案件 现在已经是尘埃落定 但是呢 在同一天12月8号 那么美国著名的第82空降师 82空降师呢 是美国的精锐部队 其实凡是空降师 都是精锐部队 82空降师更是有赫赫战功 是一支王牌部队 他们在脸书上发了文章 只不过这个文章 被那个起诉四周的案件被掩盖住了 大家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文章上面只有短短四个字 风暴来了 如果英文的话 可能只有三个单词 然后里面还附上 82空降师的训练照片 第二天呢 82空降师又发了个文章 说只要这里是勇士的故乡 这里就仍然是自由的国土 这句话引用了美国国歌最 这句话引用了美国国歌 最后一句歌词 勇士家乡和自由国土 意思就是 第82空降师把现在这个时刻 看作是为美国自由而奋战的时刻 这个信号呢 对于一向不干预政治的美国军方来说 是相当罕见的 第四个信号呢 是川普首次将这个大选舞弊升级为 政变和犯罪 他在12月10号发了个推文 说呢 事实是我们的国家被人偷窃 一场政变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他是第一次说这是政变 到了13号 他又在推特上说 那些争议的摇摆州 不能合法的认证他们的选举结果 他们犯下严重的需要受到惩罚的罪行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从舞弊升级到政变和犯罪的高度 那么如果是政变和犯罪 就可以增加川普动用军队的合理性 第五个信号是川普在12月13号到西点军校 观看陆军与海军的橄榄球大赛 这是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的传统 其实也是西点军校的slogan 就是Join Army Beat Navy 加入陆军打击海军 这个的由来 大家如果到西点军校到那个visit center 游客中心的登记的时候 就可以看见墙上贴着这个字 第一次去的人就会感觉很纳闷 为什么美国的陆军要揍海军呢 他指的就是这个橄榄球大赛 其实就是在12月12号呢 是第二次挺川大游行 在DC举行的时间 但是当天川普不在 他搭乘直升机到纽约的西点军校去了 那么这里插一句啊 就是有的人说呢 川普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 比如说上次那个徐晓东 他发了个推文 是帖子啊 文字 他说是作为西点军校高材生的川普 如何如何 其实川普不是西点军校的 他是西点军校旁边的一个叫 纽约军事学院的 那个学校呢 很特殊 而且现在的境况更特殊 就是我去过 在同一天参观了他的母校 还有一些奇遇 也同一天参观了西点军校 那么这一段经历呢 我本来一直想编个Vlog 放在个人频道啊 一直事情太多 或者时间管理出了问题 一直没有做出来 那么这个星期 我决定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大家到里面可以 到我的个人频道 省事多事可以看到 好 那么在12月12号呢 川普到西点军校 受到了陆军和海军 学员的热烈欢迎 他是第三年 去看这个海陆大赛了 那么当时的气氛呢 显得有一些不像 就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那文章认为 川普到西点军校 是向对手表明 虽然你们控制了 司法联邦调查局 和中央情报局 但是我们还有军队 我们还有爱国者啊 还有总统的特别权力 必要时候可以调集军队评判 第六个信号呢 就是在去西点军校的时候呢 有出现一个神秘暗号 这个暗号呢 就是去西点军校这一天 西点军校出动了四架直升机 第一架直升机上面 有个骷髅头符号 机尾有数字659 有网友根据暗号查出呢 这是川普的神秘小组的暗号 这个神秘小组的名字呢 还不能说 说是被美国主流媒体审查的很厉害 就不提了 659是指这个神秘小组 在两年前发的编号659的帖子 这个帖子上面有两句话 一个是总统要让那些好人获得自由 最后呢还写着自由日和光明 里面还有一句话 世界都听到了这一枪 巧合的是呢 12月12号在华府对群众演讲的 弗林将军也提到了这句话 世界都听到了这一枪 那么文章认为 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呢 其实除了这六大信号之外呢 还有知名的律师林德伍德 在推特上警告 要大家准备好食物饮水 战略物资 为特殊情况做准备 所以大家纷纷猜测 这是不是马上要戒严军管 甚至开战的信号 目前无法确定 但值得留意 也有人说呢 川普现在的策略 是以法律战呢 来维护宪法制度来拖时间 另一方面呢 是仅仅握住兵权 特种部队和太空军 已经随时候命 反叛乱法静待出手 鲍威尔律师摩权擦掌 准备把一大串叛国贼的名字 提起公诉 这是一场正邪之战 生死之战 证据早就准备好了 剩下只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就是这个惊悚文章的 大概的内容 有两个点是比较惊悚的 一个是调兵 还有一个是圣诞前后的戒严令 那么看完以后呢 你问我有什么感觉或者看法呢 我觉得吧 就是说国内的这些小编呢 可能已经非常精通 海外挺穿自媒体的套路了 而且它编的故事呢 故事性更强啊 逻辑更严密啊 这个逻辑性呢 是要打引号的逻辑啊 但这篇文章呢 它有一个硬伤 就是什么呢 美国之音12月16号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川普下令 军队进入DC 我查遍了美国之音的文章 只有6月份 他登过一个川普下令 从DC撤走国民警卫队啊 所以呢12月16号既然没有军队进入呢 后面的那些事呢 也就不知可否了 但是他有一个事呢 提到的还真是对的 跟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刚好印证 就是这个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啊 12月18号出不来 就是要推迟 那么如果照文章里所说啊 如果说川普的2018年的行政令 外国如果干预美国大选 甚至导致结果翻盘 或者不导致结果翻盘 但是确实干预了 理论上似乎是可以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的 那宣布紧急状态呢 那后面的事就更加扑手迷离了啊 这个呢是值得进一步观察 但是你要问我的看法啊 我的预测 按我的常识感判断啊 对于这次大选 我觉得最难得的 就是要保持这个常识感 那么按照常识感判断呢 我这里又卖个关子就不说了啊 各位观众呢就见仁见智了 那还有人问 如果川普所有的手段 所有的路径都走完了呢 怎么办呢 川普不愿意离开白宫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担心很早就有 在6月11号呢 NBC的主持人诺亚就问 那个当时候选人拜登 是不是考虑过川普 败选以后拒绝离开白宫 那拜登就回答呢 是的我想过啊 但是他坚信这种情况下 军方会把它逐出白宫 那现在呢 反而是川普这边呢 希望军方起来 推翻这个结果 让他留在白宫 实际上如果川普 正常离开白宫的话 这个任务呢 会是美国特勤局来执行 特勤局负责保卫总统安全 而且保卫前总统安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川普 退休以后 离任以后 他还是会得到特勤局的保护 而且是终身的保护 那么如果川普 他不离开白宫 那特勤局会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还真是不太好有答案 可能特勤局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办 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这一点呢 BBC记者询问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国家安全政策的法律专家 叫拉德西尔啊 他说就是问他川普试图动用国家安全部队 来继续留任是否可行 这个法律专家说呢 对于一名总统在明显败选以后 滥用总统权力继续留任很困难 而且会破坏重要规范 但是呢 这也不是难以想象的 只是这会对美国和全球民主造成巨大的伤害 不过呢 他现在认为呢 就情况还没有恶化到这一步 川普在就是动用安全部队留任总统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军事人员呢 宣誓效忠宪法 不是效忠某一个人某一个政治家 美军目前最高级别的军官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一再表示 军队在大选中不扮演任何决策啊 依然是坚持原则保持中立 但其实呢 这个原则我们也听了30多年了啊 美国民主啊 无论政党怎么恶斗 军队总是压仓石 总是保持中立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呼吁军队来推翻结果啊 镇压叛乱 甚至有的民兵已经摩拳擦掌啊准备武装起义了呢 对于这一点 匹兹堡大学教授有一个社会抗议运动专家 他说 他也跟我有类似观点啊 他说仅凭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军队是否会干预选举 这一事实本身就揭示了 我们国家啊 美国现在很可悲 确实呢 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场生死之战 当然我这个生死之战跟那些某些团体说这是啊 川普天选之子神魔之战啊 这个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我说的生死之战 甚至比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具体政策对美国未来的走向 比如说种大麻呀 950美元的抢劫罪不入不入罪呀 什么同性恋及少数群体的这个这个待遇啊 或者黑命贵运动以及对历史的补偿啊 以及啊第三性别人在社会上的待遇啊 这些啊 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很严重 但是我认为比起这些来 这次美国大选所体现出的选民撕裂 社会共识的崩盘 以及不断有人呼吁军队干政 甚至推翻大选结果 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生死之战 是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一个生死考验啊 美国确实是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好 那么大家对于川普还有没有办法推翻这个大选结果 会不会调兵进入华盛顿 会不会宣布圣诞节戒严 以及国家情报总监的最后的报告会是什么样 会推翻这个结果吗 会引发紧急状态吗 会报告认定中国影响大选吗 对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我也会在周末呢 举办这个群友讨论会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直播 那么电报群和个人频道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